但是你回來回顧一下這二十年當中 假如你從兩千年開始取算 你發現了在馬總統執政那八年 其實臺灣經濟是非常不好的 那是兩岸關係是最好的 2015年的時候 其實半導體很多都倒的 你知道那個茂德 就大概都歷經都倒 倒了後來他重整 那那個時候你記得 尹啟明要出來籌組找宣明志 籌組一個記憶體的國家隊 後來破局 那歐零15年這麼慘的時候 你知道台積電其實股價很少超過一百塊 台積電那個市值也很少超過兩兆 後來你想一想 臺灣的半導體 為什麼後面有什麼護國神山 那個都在小英這個任內所創造出來的 所以台積電現在市值到15兆以後 當然可以想他從兩兆到15兆 這個是臺灣最重要安定的磐石 今天如果臺灣沒有半導體 你難以想像臺灣今天的國際地位跟他的安全 會出現什麼樣的影響 那在這種基礎架構之下呢 大家也要去想 往下走 臺灣到底如何延續 目前維持的經濟的走向 那這麼多年其實很多人都唱衰臺灣 那唱衰臺灣其實你慢慢想見得到 假如我們把這個從疫情前或是三四年 加在一起看 第一個臺灣經濟的成長的力道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那我們用最簡單的數據 臺灣的上市貴公司在馬政府時代大概一年賺 1.2 1.3 頂多到1.5兆 到小英的2016年之後呢 我們起跳大概從1.98兆開始 然後大概維持都1.92兆附近 到2020年我們賺2兆4600億 2021年賺了4兆2980億 那2022年我們去年賺3.99兆 大家如果從這個來看的話 你就知道現在我們賺一年 等於馬政府時代大概賺3年 這個企業的獲利呢 他的能量比過去要大很多 那這當作當然半導體啦 剛剛2021年為什麼會大好 是因為金融也很好 半導體當然非常好 然後再加上貨櫃航運非常好 這個是在那個年代所創造的一個 非常大的效益 這個效益就代表你看臺灣的上市貴公司 你如果去比較2020年之前的市值啊 很多公司大概後面都加一個零 那這個是一個 臺灣產業包括臺灣競爭力的大躍升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最近注意到了 向日本起來了 很多臺灣企業在講 他說我們以前聽到日本就害怕了 你怎麼會到日本去投資 去買日本的企業呢 他根本都沒有 為什麼日本看不起臺灣 還有一個臺灣的企業 國異謀太小了 你跟日本站在一起 我們簡直跟小弟沒什麼兩樣 現在你後來發現 連連連連郭董都去買夏普的時候 臺灣其實你看國際後來買了幾家 日本的公司 那這個時候臺灣在國際併購上 我們碰到日本的企業 臺灣沒那麼害怕了 而且臺灣現在進到像這次 台積內到雄本 你後來發現 我們有很強大的競爭力啊 臺灣的競爭力 這種優勢啊是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現在慢慢你可以想像的到 當地元政治在發酵以後 比方說你晶片戰爭 臺灣一定選邊的 也就是說 你有很多先進的晶片 高速運算晶片 你不能賣給中國包括他的售備 你也不能賣給中國 這個時候 臺灣如果我們在未來的選選舉當中 我們投錯邊 我相信後面的代價你就會非常大 就是說臺灣在過去幾年當中 我們跟著美國的腳步走 那我相信未來這段時間 你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媒體的訴求裡面 比方說這個去美元化 現在俄羅斯跟中國在結盟以後 他不斷在強調這個 那你想一想 現在美元在國際的占比大概2點 這個人民幣占2.69% 美元占比是58.4 這個差距是非常大 如果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不能國際化 你說人民幣會替代美元呢 我相信人都沒有這個魏哲家最喜歡講的要門都沒有 那我相信這個差距是大的 那現在如果再回頭看 在過去這段時間 你看今年香港股市跌得很慘 他去年也跌得很慘 我最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數字 就是說2018年的2月2號那一天 香港的恆生指數其實領先臺灣的加錢指數是 兩萬兩千三百多點 現在雙方差距到 最小是一千七百零四 現在大概兩千左右 那這個情況告訴大家 臺灣正在縮小跟香港的差距 那如果台積電後面表現非常好的話 我相信今年臺灣的加錢指數有可能 超過香港 這個是臺灣在經過多年的一個調整之後呢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臺灣其實 我們現在 你我最近看到一個數字 臺灣單單這個銀行的存款 現在移額呢 53.9兆 你難以想像 就臺灣常富移民 現在臺灣老百姓的富裕的程度 這歷史上沒有的 那我想 當 我們一路往往往往前走走到這裡 說在低原政治最敏感的時刻 臺灣在選邊站的關鍵時刻 你選哪一邊 我相信很清楚 我們就是 reco 沒有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